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Kim 今天這部影片呢,主要不會是來介紹這個地方有什麼雨點或什麼之類的東西 主要我是要來介紹,就是在城底的釣阻裡面呢 在城底的這個整個技能樹裡面呢,常常被用到來釣鯉魚的一個釣阻 因為在這個遊戲裡面呢,在城底裡面的主要這幾個分類 一個是釣一些比較小的魚 那些通常是用Feeder幹在釣,或是Peaker幹在釣 那另外一個分類就是釣鯉魚 鯉魚這個是在歐美國家裡面 因為歐美國家裡面常常要說去釣大魚 通常都是去釣鯉魚 釣鯉魚的很多,特別是歐洲 美國我不知道,但因為我住歐洲所以我知道歐洲 我只知道歐洲的事情 就是釣鯉魚的人或是專門釣鯉魚的人很多 那這個為了這件事情呢 所以有了這種鯉魚釣阻的分支 那因為這個鯉魚釣阻的關係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在整個城底的技能樹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為了鯉魚釣阻的生 比如說傳統法師釣阻 傳統帕帕帕的釣阻 傳統像method 或是一些像是 呃... 呃... 像這個pop up method rig 之類的這種釣阻 這裡很多都是鯉魚釣阻用的 那這些鯉魚釣阻裡面呢 呃...最常被使用的是 pop up 跟傳統法師跟傳統pop up 這兩個是最常用的釣阻 那我今天就只講這個傳統法師釣阻 那跟pop up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不一樣而已 然後釣阻的順序不一樣 那我會跟你講說 主要是要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是在幹嘛 這裡面它裡面需要哪些什麼東西 然後它的選擇是什麼 主要呢 我會跟你講其他東西 不過我先把魚先拉起來 那我現在在的地方是 Bear Lake 呃...也是就是第七張圖喔 呃... 中文翻譯叫做 梅德韋傑湖 然後...呃...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名稱喔 呃...因為就是... 它就是一個... 就是...它就是一個... 就是...它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字的翻譯就是... 米德韋傑 whatever... 我不是... 反正我不懂俄文 我不知道怎麼發 那...你可以算順序的話 是現在目前的第七張圖喔 那我習慣叫圖的名字 所以它叫Bear Lake 呃...德文叫做Cophon Paradise Cophon Paradise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鯉魚天堂的意思喔 那或是鯉魚樂園的意思喔 那在這個地方呢 呃... 你就可以釣到很多很多各種不同的鯉魚喔 你可以看就是... 你可以看就是... 在它的Trophy List裡面喔 它這裡面有各種不同的鯉魚這樣子喔 那... 你可以看到這些地方 好... 呃...在這個地方呢 你在...呃... 我用的是傳統法式釣竹 卡管是24公尺喔 你要丟的地方是在這個地方附近喔 那我沒有用任何的PVA 沒有用任何東西 我只有用耳 耳是什麼呢 耳是...呃... 呃...這個是... 椰子奶油18 跟那個... 蜜蜜20 椰子奶油18 跟蜜蜜20 這個是溶解的這個 蜜蜜20溶解這個 然後呃... 使用的東西 最後一個你可以用... 呃...就是... 我建議你用這個 這個是奶油 奶油這個東西它可以上比較大的魚 通常我這幾條冠軍都是這個上的 這個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是三封蜜 但是這個三封蜜跟這個蜜蜜的話 我覺得使用蜜蜜會比較好 用三封蜜蜜比較多小的 但是上面比較快 那我們來講一下傳統法式吊阻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怎麼換吊阻 你按點這個換然後選擇使用傳統法式吊阻就這樣子 傳統法式吊阻有什麼呢 它有一條你需要線就廢話 鈴鐺廢話 然後再來是這個叫做正子線 英文叫LEDCore 我等一下會解釋這是什麼 再來是一顆鉛塊需要呈底的配種 然後再來是這個引線 這當然也需要 然後再來是這個鯉魚吊阻裡面一定要有引線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是一個鉤子 再來就是傳統法式吊阻的東西 好 你傳統法式吊阻長什麼樣子 就長這個樣子 你先從上面的這條就是母線 然後再經過一條正子線 也就是英文的LEDCore 正子線在你用中文是完全看不出來它是有什麼作用 我等一下解釋給你聽的是什麼 再來是個鉛塊 鉛塊很簡單嘛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理由 最後是引線 然後再來是鉤子 好 什麼叫正子線 為什麼需要這個東西 正子線呢 嗯 一樣我這個剛剛有說過 你用中文是看不出來它是什麼意思的 它是什麼用處的東西 它的用處呢 就是在於它的這個英文字 LEDCore LEDCore LEDCore是什麼意思 LED 這個東西是鉛 鉛的名字就叫做 就叫做LED LEDCore意思代表說 這個線呢 它的心 它的中心呢 它是一個鉛心在中間 鉛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這個 這個線是有重量的 這個線的目的是為了要乘底 呃 你在 你看這個釣組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這條線 刀鉛塊在這邊 中間放一條正子線 為什麼 因為你是先用這條正子線 來buff你這個線的這個張力這個力量 先用這條正子線來乘到底了 就是它有重量嘛 所以這個東西乘底了 因為正子線這個東西是鉛做的 它比較軟 它會就是比較像線 它就可以先貼到底部 然後再經由這個鉛塊把它固定在水底 然後再接這條引線 再上去 這是這個正子線的目的 在這個鉛塊已經說過了 那 再來是引線 其實你對索爾的成底釣組裡面呢 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引線跟鉛塊 引線跟鉛塊還有正子線 這三個東西都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要貼近你的水底的顏色才可以 那水底的顏色是什麼 水底顏色就跟它的組成有關係 像在這個 但是有一個就是一個trick 一個比較投機取巧的方式 就是 絕大部分在Russian Fishing Fall的這個水底的組成 你丟出去的那個位置上 絕大部分都是泥土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沒有買測桿 你沒辦法測 那你用就是泥土 就是買泥土就對了 基本上都是泥土 或者是你要去看掉點的時候 你可以先去看看別人在那邊上的這個大魚 是用什麼東西 是用怎麼樣的組成 然後跟它用一樣的 那你可以千塊可以買 可以選顏色 正子線可以選顏色 你的引線也可以選顏色 那在這裡是這樣子 然後我剛剛聽到臭的聲音 所以我先拉一下 我突然覺得我如果邊掉邊那個 我應該會很難過 所以我先把它拉回來好了 再來是要講怎麼樣選擇引線 引線是所有裡面 你可以選錯千塊的顏色 你可以選錯正子線的顏色 但是你引線的顏色 絕對不可以選錯 引線有包含幾個部分的重點 引線有幾個部分的重點 引線呢 有不同的材質 它有引線主要分為四個材質 但是你在這裡 有四個材質 一個是鋼 鋼引線它的目的是為了要 就是露牙的時候釣狗魚用的 但一般來說盡量不用鋼 再來是分成線的種類 有尼龍 碳浮 尼龍也就是所謂的那個 Monofilament 再來是碳浮線 也就是所謂的Furocarbon 然後再來是編織線 也是Braded Line 這三種引線 這三種引線各有利弊 主要是用這三種引線 就是Furocarbon Morofilament 跟Braded Line 這三種引線 就是碳浮線 跟尼龍線 跟變質線 這三種引線 這三種引線 有不同的優缺點 引線的選擇要點有哪些呢 首先 引線的選擇要點有哪些呢 我們先到Leader的那個地方 讓大家看一下 引線的選擇要點有哪些呢 引線我分兩種 一種是一般引線 一種是這個 就是Feeder 沉底用的引線 那這個地方是沉底 所以你當然要做沉底引線 引線的選擇要點有哪些 再來是 第一個是材質 有三種材質 一個是尼龍 一個是碳浮 一個是編織 這三種材質的差異在哪裡呢 差別最大的是 碳浮線跟編織線 那 碳浮線的優點是什麼 碳浮線的優點是 它的顏色比較不容易被魚所察覺 這是它的優點 那相較起來 尼龍線的缺點就是碳浮線的優點 尼龍線的缺點就是 它的顏色比較鮮艷 這個地方就感覺出來 它的顏色比較鮮艷 鮮艷 然後所以說 魚很容易看到尼龍線 所以說 尼龍線 對不起 編織線 那尼龍線就是介於碳浮線跟編織線之間的東西 所以一般要不選擇碳浮 要不選擇編織 在釣鯉魚的時候 要不選擇碳浮 要不選擇編織 那再來是碳浮線有什麼缺點呢 碳浮線它比較粗 同樣力量的情況之下 碳浮線最粗 那粗會帶來什麼負面的效應呢 越粗的線 越粗的那個線呢 因為它本身粗導致它的 它線會比較堅硬 因為堅硬的關係 它的表現在於咬溝或是玩耳的時候 會變得不自然 表現不自然 導致上口率就是咬溝率降低 或是說咬死的機率降低 可能玩一玩就不咬了 反之這個就是你用 這就是編織線的優點 編織線優點是它 因為線徑比較細 它比較軟 所以說 它的那個stiffness 它的剛性沒那麼強 它的剛性不強 所以說它可以表現得比較 它可以表現得比較 像自然的東西 也就是說 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是有助於去咬溝 玩耳之後把溝咬緊的這個部分 好 那用線一樣也是介於兩個之間 所以說 大部分選擇要不選擇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在製作引線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長度 像這個從10公分到60公分這樣子的長度 然後 為什麼會有不同長度的差別 不同長度影響了什麼 首先 你的線 越長 它可以降低你的stiffness 就是你線本身的這個 這個剛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所以說 越長的線 可以讓這整條線表現得 越加自然 會導致你咬溝率的提升 但是 你就直接把線拉到最長 這樣子 對嗎 也不對喔 你線越長 會體現在什麼上面呢 會體現在 會體現在這個東西上面 你這裡的影線越長 你層的地方就在這裡了 那你這個地方的部分 就是你躺在水底的部分 那躺在水底這個部分呢 被魚這樣子推來推去推來推去的時候 有時候不一定會想 如果你線太長 那可能就把它往回推一點點 就會你線就這樣Q在這裡 然後它這樣子推來推去的時候 反而不會被察覺 就不會導致你上面的那個鈴鐺響起來 也沒有任何的訊號 所以你線越長 會導致說你 Auto-Fishing的機率比較低 什麼叫Auto-Fishing喔 Auto-Fishing就是指說 就是像這樣子就是Auto-Fishing 就是你咬緊的這種機率 這個就叫做Auto-Fishing 它的英文的 英文的名詞解釋就是這個 它這個就叫做Auto-Fishing 那至於要怎麼樣翻譯成這個中文 我沒辦法直接翻譯 我就只能夠跟大家講 就是這樣子就叫做Auto-Fishing 它自動咬勾 或是自動上勾的這個機率會比較低 那 因為它自動上勾的機率比較低 導致說你在這裡掉的時候 你會比較不舒服 為什麼 因為就是於99上一條 你越長線會導致你於99上一條 那可是你越短的線 會造成什麼負面的影響呢 你的引線越短 你的引線越短呢 比如說我用10公分 引線越短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就是你整個線 它 因為 因為本身剛性的緣故 你整個線表現的就是 在魚在玩耳的時候 它的抖動 它的移動會變得比較不自然 所以 會使魚有警戒的心理在存在 所以說 你會導致說就是 魚 玩一玩之後就不咬勾了 Auto-Fishing距離幾乎也會降低 所以你要選擇長度適中 適中的一個部分 那 這什麼叫做長度適中呢 這是 經驗 與你自己的喜好 這個我沒辦法跟你說 什麼叫做長度適中 我自己喜歡30公分 為什麼 當我不知道怎麼選擇的時候 我就適中 就這麼簡單 好 你也可以用40幾公分 那 一般來選擇的情況之下呢 所以說 再回顧一下 我們剛剛所講的所有的引線選擇裡面 什麼東西是重要的 第一個 引線的顏色是重要的 顏色要貼近地表 要貼近水底的顏色才行 所以你要先知道水底的組成 要知道水底的組成 你要用測桿 如果你沒有測桿 因為測桿很後面 所以你需要錢買測桿 那如果 就是沒有到測桿的話 你就 抄別人的別人用什麼 就用什麼就好了 就是一樣的 沒什麼差別 好 那再來另外一種就是 顏色 然後再來是 鋼性 線的鋼性也很重要 越硬的線 它的表現越不自然 所以說 碳浮線表現的是最不自然的 再來是尼龍 再來是編織線 在一樣的長度情況之下 碳浮線表現最不自然 再來是尼龍 再來是編織線 如果不看顏色 不計較顏色的情況之下 碳浮線是 是 善餘機率會最低 再來就是 呃 長度 你的長度越長的表現的 會越自然 所以說 呃 如果在 因為會降低你剛性的影響 長度越長 會降低你越多剛性的影響 會導致你整個 會讓你整個的那個 呃 表現的移動的 越加自然 所以導致上溝率的提升 但同時降低了咬 咬死的 就是咬溝率的 這個機率這樣子 就會 簡單講就是會延長 癌丸的時間 那 那 所以說 你要在這幾個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 呃 就是這個樣子 那 所以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要選擇的話 如果你要選擇做一個影線的時候 你如果要選擇使用硬的線 那你的影線就要做得越長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選擇碳浮線 那你影線就要選擇長一點 因為它這樣子才會表現得比較自然 才比較會引發這個咬溝的機率 如果你要用編織線的話呢 那就不適宜太長 但是也不能太短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整體 你要怎麼樣配置你這個東西 怎麼樣配 才是一個 就是一個 比較 有在思考的做法 然後再來就是 在鯉魚釣組裡面呢 你點到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有東西 你可以點這個 變更 那這邊有不同種類的耳 你可以看到這些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的真實的方法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 你可以經由選擇不同的方式來放 那我目前是用 pallet加sinker sinking body這種方式來做 那 通常還會再加一個小藥 就是dip這個部分 那 就是一定要加 因為加之後上語率其實是有差的差很多 兩個耳會比一個人還要來得好 是真的也差很多 所以說 你要注意就是 就是就是這些東西 你買的時候要注意一下錢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基本上整個鯉魚釣組 或是層底鯉魚釣組的解釋就是這樣子 這集的主要重點在於解釋什麼是netcore 就是這支線 還有解釋什麼是引線 還有它的選擇方式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就是這些有幫助到你 呃 有幫助到大家就是去選擇怎麼樣的釣服 釣組怎麼樣的釣法 怎麼樣的選擇這些裝備的這些選擇這樣子 呃 天啊 那 就是這個地方 但是不要忘記就是bear lake呢 一直以來都不是一個非常好的賺錢選擇喔 因為它 呃 它有魚的時候很好 沒有魚的時候就 嘖 就 就那個樣嘛 就 對 然後另外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部分喔 你可以看到它並不能夠放誘餌球 不能放就是 那些球 或是窩子喔 呃 你要怎麼做呢 你要不就是拿起來丟 要不就是拿起來丟 要不就是拿起來丟 要不然就是你要使用 spot 你要是用spot 然後裝這些東西 然後來丟 那如果 就是一樣打到那個點上 那 如果都沒有 要不然就是使用PVA 像我就是使用PVA 那 要是你沒有這些的話 你可能最後不就是丟球 試試看丟的 或是用乾混合 來試試看 就是做這些事情 好 那 那這是我對於這整整個這個 整個 整個釣組的裡面的一些部分的解釋 還有一些就是 這些解釋是來自於官方的那個 英文官方的這個forum裡面啊 它有人在寫的 不是有人在寫的 不是有人在寫的 這是官方的mode寫的一個guide 而min寫的一個guide 那我只是把這些東西我其實有看到 但我相信大概 94.87%的人大概都沒有看過吧 所以 就 你們就看一下 你們就稍微聽一下吧 那就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